Hello大家好,我是酷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模组老厉害了 名字叫做沉浸式传送门 相信不少玩家就算没看过 也应该知道它的大名 这款模组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我们传送到其他未面的时候 可以省去加载地形的时间 让你想去的地方直接出现在门的另一边 就像这样,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震撼 当然这个效果也是有代价的 那就是我的电脑会变得非常卡 必定是把两个世界放在一起加载 相当于你把地狱拖到了主世界 不卡才有鬼呢 赶紧让我把渲染区块开小一点 啊,舒服多了 模组里加了个小东西 大家猜猜看是什么 没错,就是镜子 只要放着玻璃 在那打火时轻轻一点 立马就能看到本来英军的外表 啊,我真是太帅了呢 接下来让我们试一下墨地传送门 墨地没有地狱那么复杂 应该不会太卡 哈哈,出来了 嗯,里面怎么一片漆黑啊 啥也看不见 是我卡了吗 啊,这原来是我忘记把渲染区块调回来了 等等,我的门怎么也不见了 原来墨地传送门跟下界传送门不太一样 只要你一进来,传送门就会消失 可恶,那我岂不是还得再搭一个 呃,我好像出不去了 墨尾龙,我来给你送礼物了 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 相信墨尾龙收到我的这些礼物 一定会很高兴的 除了原版世界自带两种传送门 这个模组还给了我们第三种传送门 没错,就是这个传送门框架 它可以在任意世界使用 至于用法吧 让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下 先搭一个跟地狱传送门一样的结构 接着换个地方再搭一个 那大火是一点燃 快看,两个地方连在一起了 简直太神奇了 然而你以为这就结束吗 No,No,No 还有更精彩的 我们把好几个门叠在一起 这就形成了大名鼎鼎的 非忧吉里德空间 至于这个空间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边建议大家直接去摆渡 总之你们只要知道 它非常厉害就对了 我跳 可恶,差一点就跳进去了 等等,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哦,快看看 这次轮到我们自己收礼物了 这里小问答时间 这些天地会从哪个门里面跑出来 那当然是所有门的 过来就去 给它炸了个乱七八糟 我都快分不起哪扇门是哪扇了 最后我给大家表演一个 永不停止的下落吧 我跳 我的天哪 这看得我眼睛都慌了 可惜MC没有加速度这种东西 不然的话我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最后甚至到达光速 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是酷子 我们下期再见